这是一个发生在一个小村庄的故事 村庄里有一个叫小春的女孩 她非常喜欢捕捉蝴蝶 小春每天都会到田野或者花园里寻找着美丽的蝴蝶 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捕捉到自己的玻璃瓶里 小春有一个梦想 她想要为村庄里的每个人都捕捉一个蝴蝶 并将它们放在一个巨大的蝴蝶园中给大家欣赏 于是小春开始了她的愿景实践 小春每天都偷偷摸摸地跑到田野 林子或者花园 她不断地努力捕捉蝴蝶 她希望尽快地收集到自己的目标数量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小春终于收集到了足够的蝴蝶 并把它们放到了一起 她搭建了一座不同寻常的蝴蝶园 这座幻想园会在晚上发光 这让村庄里的人们感到非常神奇 村庄里每个人都被小春的蝴蝶园腰受到很大的感动 园子里的蝴蝶飞舞得很自由 像雪花一样纷飞 这让大家觉得特别的美妙 也让小春内心感到非常的充实 小春心想 生命是如此美妙 我们可以收集这么多生命 让它们自由生长 并放飞 这一刻 我们 我们拥有了整个世界 我们心中的所有感受被放大了 我们手中捧的这些蝴蝶 就是我们心中的梦想 从那以后 小春认为自己十分幸福 她的心里充满了快乐 灵动 美丽 自由和魅力 这些都得益于 她为集体劳作奉献的梦想与理想 以及那些让她经历的可爱 将蝴蝶放飞的瞬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